大台北地区的游客来到宜兰县 五节乡农会梦田观光民场报到 大朋友小朋友兴高采烈的 在米食文化教室 听取即将要进行的 首座收割活动说明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我再指代表我们农会推广部 我们的将农田之间 另一旁外头的农田里 已经准备就绪的活动现场 更布置了日式的屏障 张贴游客曾经在年初插秧时的照片 每一张都有小朋友踩进田里 和爸爸妈妈一起播种的趣味镜头 戴着红帽穿着紫色梦田T恤的游客 来到田间 看到精心布置的会场 让人充分感受到五节乡农会 举办产业活动的用心 参与的人数众多 农会将游客分成两区四个组别 进行不同的趣味内容 让大家都能尽兴地展开 这场难得的庆丰收体验活动 那边还有位置 活动首先一开始邀请五节乡农会的 李监士以及总干事 还有农粮署宜兰办事处主任 一起示范如何用镰刀手工割刀 这些农事前辈的速度之快 动作之俐落 让都市来的小朋友 看得是嘖嘖称奇目瞪口呆 要一个动作慢慢的拿来 我们那个理事长 我们各位的理事长 都是老前辈的 他们那个中道的期间都有 那个如同十年 但是六十年的期间都有 六十年间都有 没错 没错 他们是道地的农家很大的人 等一下你们哥的说可以慢一点 你安心好了 不要这么快 现在叫他们慢可能慢不来 因为他们都是在以前都是 哥大的时候都跟时间在散发的 给农会赞不赞 赞 非常好 今年因为7月的关系 整个水道都是红色的一个季节 所以农民现在也正在收割 我们107年一起的一个大股 那农会就办这样一个清红色活动 最主要也可以把我们产业 我们南洋五农民 以及孟田夜光米 长期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 他们的一个肯定 我想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宣传 让我们消费者更加认识 我们新米已经开始上市收割了 希望我们爱好南洋五农民的消费者 能够继续对我们这样一个产业的支持 使我们农民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个收益 宜蘭县五节乡 其实在我们全台湾省 就五节农会 他们所在做专区的这个区块 是值得肯定的 尤其是月光米 真的是获得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其实在所有的我们过去的很多品质里头 它是不可否定的 它是口感很好 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吃了以后 他都会觉得说拿来送给朋友 亲朋好友是值得一个赠送的一个好礼物 好礼品可以给大家分享 割好的梦田水道就要来进行去骨的动作 都会搬出传统的去骨机 要以手脚并用的方式 一边踩一边左右转动手中的稻子 才能顺利的脱掉骨粒 紧接着就是游客的体验时间 大家拿起了镰刀 开始找寻众议的倒把 从根部慢慢的一根一根割下来 初步体验到自己收割的喜悦 哇 欢迎喜悦 欢迎喜悦 我爸爸很开心 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的家长 感到相当的欣慰 看到孩子能够真正体会农人的辛劳 了解要怎么收获 就要怎么栽的过程 而小朋友一点也不逊色 手脚相当灵活 很快的就学会 如何将珍贵的梦田月光明水道 透过自己的力量完成收割 哇 那个妹妹好厉害 哇 大风收 好 赶快 同样的收割完成的水道 还要进行去骨的动作 大家你一手我一手 你一脚我一脚的 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另外一亩稻田所进行的巨位竞赛 更是让人捧腹 这个用稻草制作的滚筒 必须从起点的位置一直滚动到对面 终点再推回来 才算一个循环 这样的动作看似简单 但是重达20斤的稻草滚筒 却让不少人滚得任养马翻 手忙脚乱的滚筒区位竞赛 一下子颠覆了大家对农田 只能重到的印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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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开始的爆发力拿出来 OK 好 不只这些紧张好玩的活动 五家乡农会推广谷的农师指导员 还有这样的创意 那就是要丢稻草沙包比赛 没有 没有 第一个到我这里 我都不够 来 看谁丢得远 有个人赛 也有团体赛 只见大家将笨重的沙包 往前推的那一刻 才真正了解到农田里的创意无限 夏廷的辛劳 让参与体验的游客汗流浃背 为了犒赏大家 五家乡农会的牧田饗宴正要登场 因应稻米产业差异化行销 孟田月光米庆丰收产业文化活动 走出一条提升稻米价值 创新坚持之路 吴丁坧 NR外发行销 吴丁坚持之路 当初占严坚 fer 小占市慕 incumbent spiritual寓业 saya得盲壇议 Solomon 有你们来保产 阵坚持 evermbioniving 跟今天一次来兴奉空收 感謝我們丸風的小朋友和這些先生 李素先生感謝你 今天剛才我們總幹事務說過 可以說我們這五個年可以農活 農三病都很豐富 農三病加工 我們農活也都吃多 可以儘量 剛才有提供 儘量有需要 電話來在地都可以吃 甜媽媽手做的各式在地美食 讓機場碌碌的體驗民眾開始大快朵儀 舞台上的表演一個接著一個 有動態的熱舞接舞 也有舒暢的爵士樂演奏 讓在豆田裡的餐桌美味 更增添豐富的身心靈收穫 夢田月光米慶豐收產業活動 是鄉下人也難以體會到的奢華饗宴 是鄉下人也難以體會到的奢華饗宴 現在這裡又是鄉下人 這次生日會 因為只有吉利 雪吉利 熱舞台